习近平说 中非合作要给中非人民带来看个见 摸得着的成果和实惠 于是600亿美元送出 网友说 非洲担心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 不敢拿中共的钱 习近平更爽快说 之前借给非洲的1360亿美元的债务 全部免除 法网说 直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 最不发达国家2018年底到期的政府债务 被认为是意在挖台湾的墙角 紧接着 网民炮轰 微博上600亿成敏感词了 所有官方账号的报道评论不显示 有人计算 这些钱够所有的中国人 免费医疗三辈子 实际上 中共分两次向非洲 各国提供了1200亿美元援助 还接受了一批又一批非洲人 来中国留学培训 免除了非洲各国的债务 网民丁对着600亿美元的杂币 并做出一个比较 相当全国财政用于扶贫支出的1.26倍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2.78倍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的2倍 社会福利支出的6倍 全国职业教育1.54倍 学前教育3.47倍 高中教育1.44倍 公理医院支出的1.87倍 基层医疗支出的3.09倍 公共卫生支出的2.17倍 污染防治的2.18倍 在另一名网友的估算中 折合人民币4100亿的习近平大撒币 超过西方千海新疆高速四省区收入之和 超过黑级辽东三省 财政收入总和的80% 湖南省的全年收入 相当于增值税率下调1.8个点 相当于全国学前教育投入的95% 相当于一个交通银行的总市值 是中信证券总市值的2.9倍 是宝钢总市值的2.6倍 还有网友换算了一下 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 折合人民币约30亿元 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百银 折合人民币约600亿元 基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百银 折合人民币约1350亿元 以上三个条约加起来约合290亿美元 不到600利美元的一半 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 网友评论说 中国梦在遥远的非洲大陆率先实现了 而中国无数贫穷百姓只能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梦是非洲人的美梦 中国人的噩梦 IB Times中文网2015年的一则报道说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是 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属于极度贫穷人口 2009年 中国新贫困线标准提高到1196人后 中国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 如果采用联合国的贫困标准线 中国贫困人口应该在2亿以上 而中国真实的低收入群体应该有4亿之多 占中国总人口的1.3以上 而近日累养学生家长维权 也是因为政府没有钱 而另一方面 中国的地方债务危机严重 今年5月19日 中共人大财经卫副主任委员贺坑 谈及地方政府债务时称 中国的地方债大概是40万亿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 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大纪元表示 潜在金融危机 一个是影子银行的问题 还有一个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个人信用也有危机 中国股市作为中共官方圈钱的工具 那些交易也是个危机 而目前 是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来刺激经济 来保持就业 维持它的政权 面对这些危机 习近平仍然享受着非洲的救世主的赞誉 而国家机器的软暴力进一步加持 微博上600亿成敏感死了 所有官方账号的报道评论不显示 网友说 奴才们知道要挨骂 他们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凯撒大地木有穿衣服 他们能做的只是不让那个孩子喊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